大家都說 藍綠大黨很有錢嘛 那可能就是 窮的只剩下錢啦 但我有滿腸的熱情 跟抱負 還有理想 我一個人 我也敢站在街頭上 今天打扮辛苦了 我是蔡英雄 這是台灣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後選人是藝衣男生的 請大家多支持 謝謝 謝謝 加油 加油 謝謝 謝謝 萬聖節當天 打扮成小魔女琪琪 資深藝人拿著大大的看板 對著路過的民眾自我介紹 她是台灣民眾黨 在明年立委選戰中 推出的美女刺客蔡一芳 比起傳統政治人物的大排場 她的身邊一個助理也沒有 競選行程和規劃也全都藝人包辦 因為魔女琪琪 她就是一個離鄉背景的女孩 一個魔女 然後到另外一個城市 在那個城市他鄉變故鄉 然後我覺得她的狀況都很像 然後也希望可以帶給這個城市 幸福辦 我其實也是這樣想辦的 從政之前理工科出身的蔡一芳 做過不少工作 賣過吊具 做過智慧城市規劃 也成到五分譜 批火買衣服 做過 貪霜 貪霜 對 那也是我跟五分譜的接觸 擁有清大材料工程博士 高學歷的蔡一芳 畢業後家人都勸她往國外發展 但她卻毅然決然投入2018年 高雄市議員選戰 希望高雄自己沒有 因為大家都說台灣沒什麼發展 台灣很不好 那如果說不好 那我們不是應該改變這件事情嗎 其實我們生活的所有事物 就跟政治相關了 這是最快 可以改變一個環境最快的方式 雖擁有高顏值高學歷 但身為政壇菜鳥 蔡一芳首站仍以敗水收場 但她不氣餒 積極尋找更多磨練的機會 刨碎自見 加入柯文哲的市府團隊 其實是我投履歷的 你自己投履歷的 對 而且我履歷 因為沒有開缺額 所以其實我是投市長姓祥 就跟民眾陳情的方式是一樣的 無打無壯進入市府團隊 她被指派到社會局擔任機要 社會局是老弱婦孺 她是照顧這社會中 最需要被保護照顧的一群 那如果說我可以學習 可以學會怎麼樣去跟這群人 更貼近 並且可以照顧他們生活的時候 或許我們整個社會 就會往上移動 也因為進入北市府工作 讓蔡一芳有更多機會 近距離接觸 引禮她從政的精神導師柯文哲 她一直是我的精神導師 我一直覺得她是一個 可以改變現狀的人 那是我對她的期望 我參加第一場成會的 就早上七點半成會的時候 有一個局長上來報告一個案子 然後那個案子已經過期十七年了 她跟市長說 目前是沒有辦法 然後市長就跟她說 那不就是因為以前的人不做 所以現在才留在這邊 過期十七年嗎 這跟在留子孫有什麼差別 其實那個當下我是 我心裡是很撼動我心裡想法的 就說原來 我沒有看錯 在多次柯文哲下鄉行程當中 蔡一芳不只擔任新聞聯絡人 也身體力行 跟在柯文哲身邊學習 因為跟她旁邊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都是我完全沒有想過的題 或是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覺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這個世界 直到今年柯文哲成立台灣民眾黨 蔡一芳心中參選的火苗 再度熊熊燃起 於是下定決心辭掉社會局的工作 披上民眾黨戰袍 挑戰鐵板一塊的藍銀鐵跳艙 松山信義區 台北市 第七選區 信義區 松山區 蔡一芳掌聲鼓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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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柯文哲原本輸掉的地方是哪裡 社區2014蘇聯盛文 2018書丁手中 我覺得應該從這邊站起 Impossible 裡面包含著 I am possible 這邊是一個最黃金的地段 他們是最能夠接受新想法的狀況 那我們有非常多新的想法跟理想 希望可以在這地方落實 當年在五分鋪批貨做小生意的女孩 如今從同一個地點出發 目標指向國會 要實現她改變社會的理想 縱使沒有華麗的排場 但有滿腔的熱情與活力 從高雄北漂到台北的小魔女 下次在路上看到她 記得她叫蔡一芳 好 我要出發 趕見囉 民眾黨都買不了蘋果 但是你可以 只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